然後呢不管我發生的是物理變化還是化學變化 通常都會伴隨能量的進出 也就是會要吸收能量或放出能量 吸熱 我們國中所教的吸熱指的是吸收能量 不見得一定要吸收熱 所以電解的時候需要電 要吸收電 我也當作它叫做吸熱 加熱分解當然沒有問題 那就是吸熱嘛 加熱分解沒有問題 反正就是吸收能量就叫做吸熱 那反過來放出能量就叫做放熱 放出能量放熱 也不見得放的是熱 它可以放出能量就好 放出能量就好 燃燒當然就是放熱 摔點綜合也是放熱熱的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麼國中所學的化學變化幾乎都是放熱 所以放熱不要背 背吸熱就好 以後告訴你說這個是吸熱你就背下來 這個吸熱這個吸熱吸熱 你就背吸熱就好 沒背過的通通都叫做放熱 因為我們學的反應幾乎全部都是放熱 所以你就背吸熱就好 你就背吸熱就好 那哪些會吸熱以後會告訴你 剛剛講的一個電解對不對 吸收電分解嘛 電解 那是國三的時候才會出現的內容 軟軟包 裡面有鐵粉水跟鹽巴 它會熱是因為我的鐵氧化 鐵氧化的結果 那為什麼要加水 為什麼要加鹽巴 是為了讓它的反應比較快一點 那這裡面不可能就是水在的包包裡面 所以它裡面會放一些東西 或放所謂的製食 或者放所謂的矽膠 那個矽膠就把那個水吸在那裡面 包在那個矽膠裡面 就不會一包那個都水水的 那種 OK 現在就有水 OK 來 停車站介入一個笨問題 你用的叫做暖暖包 撕開以後 放在身上 會帶給你溫暖 反應是鐵跟氧作用的結果 於是就問一個笨問題 表示鐵跟氧作用 是吸熱還是放熱 這問題夠笨吧 停車站介入 22 22 Please Stand up 吸熱還放熱 你確定要放熱嗎 確定 請坐 這問題要不會也很困難吧 放熱 我們下次做實驗的時候 我會要你注意一件事情 我下次做的時候會要你注意一件事情 倒下去喇喇用手摸它 你覺得是冰的還是熱的 如果你覺得是冰的吸熱還放熱 吸熱 你如果覺得溫暖還是什麼 放熱 我們下次做實驗會要你試這件事情 那你就要把結果記住 喔 那晚夜是吸熱或者是放熱 下次做實驗的時候會要你注意這件事情 所以你感受到溫暖 然後它是一個放熱反應 OK 這叫做這個定律下學期會再交一次 就是化學反應前後 總質量不會變 原來總共100克 做完之後還叫做100克 這叫做質量守恆定律 質量守恆定律 下學期會再交一遍 這句話的重點 這句話重點是 全部都要算到 全部都要算到 你看喔 這個反應好像質量變少了 你看喔 那個反應好像質量增加了 你會有這種結果 就是因為你沒有全部都算到 要全部都算到 它就會總質量都一樣 那為什麼也是下學期交完 不是下學期 也是說這學期就會交了 交完原子說之後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會質量要守恆 OK 那麼一個反應的過程 通常是既有物理變化 也有化學變化 甚至於這兩個反應 會彼此互相促進 物理變化促進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促進物理變化 我們從古書的課本 都舉了這個例子 蠟燭燃燒 蠟燭燃燒的過程分兩段 第一段是物理變化 第二段是化學變化 第一段的物理變化就是 蠟燭是固主 點抹之後會融化變成液體的蠟 然後被燈芯吸上去 然後在上面呢 變成蠟蒸氣 氣體的蠟 變成氣體的蠟 以後再去跟空氣的氧 進行化學反應 產生燃燒 放出光跟熱氧化 所以前半段是物理 物體變液體 液體變氣體 後半段是化學 就是蠟燭跟氧作用 產生氧化碳跟水 氧化碳跟水 所以它前半段是物理 後半段是化學 用這件事情跟你說明一個過程 通常是既有物理變化 也有化學變化 你了解就可以了 這就是說明一下而已 我們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